大家好 欢迎收看《每日股评》 来到收市时间 看回上证 今天跌14点至2939点 恒新指数跌幅至旷阔了 现在跌139点至26,649点 刚刚穿过26,770点 下午再向下 下午也有一些贸易战方面的消息传出 那么早也有 传说中国不愿意承诺购买大批美国农产品 成为贸易谈判的主要障碍 买得很好地 对 之前说不买 因为中国需要这些农产品 大豆等等 没错 现在特朗普曾经公开说 中国可以买高达500亿美元的农产品 但中国不肯下头 原来比爆发贸易战前更多了一倍 金牙 现在说美国官员在谈判中争取要求 中方承诺重大购买额和特定时间表上 态度猶疑 希望因应市场条件 调整采购规模 报道引述国企人员说 中国不希望购买大量人民不需要的产品 吃不完 可能美国的要求太多了 炸豆浆也炸不完 又不是旺季要买 其实就觉得配合不到需求 监我花钱 对 就说影响本地农产品价格 破坏工需平衡添薄 其实都是在双方有些拉脚之中 如果是这样的话 再提供市场有些不稳定性 因为好像看回 如果看回 今早我们在讲 11月中 太经合会议 未必真的做到首阶段 那个协议的签处 因为就算真的签不到 都不代表破裂 这样 这个其实应是一个心理准备 如果是这样的话 现在又说在大豆那里 成为了一个大障碍的话 会不会消化了明早早 今晚凌晨减息 正路应该减少了 市场还有什么憧憬 这里可能要小心一点 是啊 现在暂时在美联储议息前 和内地的四中全会开放当中 官王态度 市场到大突然传来 某些战方面淡一点消息 所以股市跌幅 现在暂时跌160点 看看待会收到在什么位置 至于看回香港的一些过股方面 成交额房上 暂时做好的 升得最多有比亚迪电子 升至12% 另外石药 今早也看过一只药 获得审批注册 都升5.7% 19.94元 本身是19元的阻力 跌过3元 最低位的时候 石药是18.36元 我心想 难道短线就是这么多 是啊 还开在前顶 因为今天开19元 其实开在前顶的位置 看到很多投资者 都获利去估盘 挺过瘾 是啊 因为大家都可能一早买了 其实已经在赚一个不错的 profit 所以很多人看到前顶 沽货 今天很少吃酒 今天属于大成交 成交双倍了上个交易日 而且属于一枝羊竹 正路如果看回现在这个价 可以不用走也行 不过如果今早走了 看明早的事才再算 都不要紧 走了也不用走完 下个月又捉过另一只若股 或者又捉过他 又可以 现在暂时19.8元 升了5.4元 刚才差一格 曾经最高19.9元 差一格就去到2至头 另外看回其他在成交丫榜上 今早那只比亚迪跌幅 跌幅都收窄了一些 都跌5.6% 本身是7.3毫半 总算是收窄了少少跌幅 因为今天出完份业绩 顺利方面的增长倒退 另外也要看一下腾讯的龙头腾讯 又失败了 又不是跌很多 中文明明升1元 现在跌2元 310元 都是确认3.18是要失败的 是啊 其实都已经正式的几底 托着底托了这么久 3.18都已经失败了 失败了也是继续去下午 今早本身见他好些 谁知道 但其实都陷近美市 差2.8 应该都未必上得回来 没错 留意着 恒生指数现在在做低落 跌多了跌到169点 最低位26610 是刚刚跌了 现在都穿了 所以说 如无意外 今天10天线就失硬 亦都配合着最大的蓝丑腾讯 318的话 看看是否这浪 100天线27,000 难道真的这么奇幻 过去几天 两天 前日和昨天 都分别碰一碰27,000 之后都是要回 是啊 这个阻力 都挺大的阻力 都突破不了 没错 所以其实暂时都是 看看26,500至27,000 这十多二十天以来 看看会不会有机会出现爆边 看看是爆上还是爆下 爆下边还有一段距离 因为现在还有横行 都不是的 你说这十天八天 这十天八天 就是这里 如果过去三两个月 那种爆边是难的 这十天八天可能真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能真的向下爆 是啊 我之前已经 那次碰到26,500 我已经打算 算26,500 可以做胆 短一点 不过 谁知道去到这个位置 又挺得住 又上回来 看看这次就会如何 是啊 要留一留意 刚才跟大家去解释 就是 那个 我刚才只是说到 一百天线 对 我刚才只是说到 那个意识 是啊 可以看一下美股 是吧 是啊 我只是说到 S&P 是吧 整个多了 浪费 S&P 那我就说到 破顶的S&P 是啊 是啊 其实我都不记得 跟你说 我记得 我们开会说的 每次意识头 是的 留意一下7月31日 留意一下9月17日 美股最近只是出现过 两次的调整浪 而两次都是很巧合地 就是在宣布减息之后 那就是说呢 减息就当然是叫做一个 救市的措施 或者一个叫做舒缓 衰退压力的措施 但是市场往往将它当是一个 好消息出货的日子 那真是很巧合的 因为两次都是7月31日 和9月17日 都是一宣布减息 跟着市场 大家看下去 那幅度不小的 两次都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跌的 这次我想 唯一一次 这次有少少分别 就是在于 上次就平顶 跟着又开过跌 这次就少破顶之后 会不会都开过跌呢 这里 大家就要自己去猜想一下 尤其是 如果这次是做完第三次的减息 而下一次呢 暂时是遥遥无期 可能去到下年 还会不会减息厅后风 那就 看看会不会成为一个短线 要回落 我不会讲美股见顶 因为过去十年 讲美股见顶 最终都是破顶的 所以这个问题就在于 会不会都是一个叫做 区间交易的 息五好机会呢 嗯 是 明早回来就看看 到时的息后 究竟会有什么言论 没错 重要的 至于个股方面 港股近期的蓝筹 个别都出了一些业绩 有好有坏 譬如有邦 市场反应是好 虽然香港的业务不一样 国寿也好 有邦今天连续第二日阴 对 似乎都是单一日 是 那一日就升了近三个百分点 跟着 现在其实都已经是 昨天79元 见一见短顶 今天再阴 已经去回76个六毫半 反观二六二八过手 其实就强小一点 就是突破到那个 不过呢 升幅也是收集 今天本身高开突破了前顶 前面那些横行阻力 但是一度冲高 但都下来 其实就变成了很长的上影线 在高位都站不住 我想都是可能因为市底 就比较有些偏弱的情况 大市就见到现在就向下 所以这些好业务的股份 似乎都有一些收额 没错 那另外今天呢 就都还有一只 即是都大的银行股 渣打二八八八都出了个叠职 哦 不怪之它有些肉 有些反应的 那是升的 那第三季税前 基本入力就升15.8% 去到12.38亿美元 那是胜如期的 不过呢 就即后见到一些大行就有出报告 大摩就说上季收入是胜如期的 但是呢 目前来说那个股值就不算吸引 现在无论你看到股值 甚至是如果 即是如果 反复很多了 反复很多了 因为已经反复了很多了 另外也都担心那些 那些 未来又减息 以及经济情况 是不是又会比较差呢 如果减了那么多次息的话 没错 所以 所以市场环境 就未必说那么乐观 因为现在都转到来 70.7%的话 70.7%又开始 最高位是71.6% 71.6% 从较早之前 7月10日 是 见过最高位71.8%附近 是 都几近了 即是去到这些位置 即是都 即是 暂时再升不穿 是 短线可能 会不会受一受阻呢 是 大家自己去留意 不过又这么说 来到这些位置 重仓的阻力 应该就 清得七七八八 不过就 判在究竟 可不可以进一步上升 其中可能主宰的是 业绩 其中又要考虑的 可能是英镑 相关的 是的 渣打也是一个 受着英国方面的消息影响 可能这些人弹了浪 看到英国方面脱钩 都好像在网 都能弹到下 是 不过 银行股 无论内银 或者这些 汇丰 渣打等等 比较多些 香港和英国业务的银行股 我觉得暂时来说 也不是非常直迫 短线都要小心一点 是的 建行看到大家 都好像留意着 它持续的业绩 看看会否即前有得炒 这段时间都有人问 业绩方面 暂时未见到 今天就会公布 一会儿就有 不过现在即前偏远 跌1.5% 报6.2% 建行方面 都弹了一浪 都低了 是的 是的 又是充劲 即是没有什么充劲 即是没有什么充劲 是的 留意一下 近来 有少少背驰 的情况之下 死咬着十天线 你看到这两个小顶 其实RSI 就不跟着 还有就是疲态地附柱条 十天线 今天都叫做大大鬼 不过成交没有明显增大 可能因为市场 今天成交比较小一点 但是呢 今日之阴烛就大 还有这一浪比较关注 就是说这条颈线 即突破不了 突破了约莫三天左右 幅度不多 轻轻突破 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 一阴阴阴下去 嗯 即都忌不住 即上一上到 没错 好 要小心了 是啊 4点了 现在4点了 恒指进入了经格时段 暴26623点跌163点 暂时成交是701亿 刚才成交额榜上的股份 都维持在差不多的升跌幅里面 刚才看过的时候 我们一会回来看大家想看什么个股 好 好 回来节目时间 现在的股份都竞价当中 看看有什么个股大家想看 Jomini说想看7.4.3 现在可不可以进入 中午都有朋友问 因为它昨天升完 今天跌回昨天升的东西 昨天升5% 5-6% 今天又是跌5-6% 为什么呢 他们就说可不可以买呢 或者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昨天出了个好业绩 可能有一些短线的投资者会 就会肿进入了 但早前发觉营起和业绩是一向好的 所以 份业绩好也算是正常 不过因为近期 我觉得它一直在10元以下 其实都是一个可以买的水平 不穿9元 10元以下 都是一个股值上比较抵买的 作为长线的一个买的水平 你说可不可以进入呢 我觉得如果你作为长线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长线售饰 但不要预议买完之后 它会突然间 好像之前那样 因为早前那样 上到14亿元 变成有炒味 所以就自己看看 是买来做什么部署 给了几次机会 有营起 有真的业绩出来了 其实它真的 来到这些位置 就直搏 因为它横行得都很厉害 只要不穿底 应该就没什么事 只不过就是说你较难 摔着 是啊 其他水泥股 其实大致上的表现 都是差不多 都ok的 其实其他有几只都 是啊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说 你买不是问题 不过就预计了会等多久 是啊 可能是预计放久一点 这样才买 如果图表稍微好一点 最近就还润水泥 今天都升了4个仙 8个5号3 它都有个多头牌出现了 现在创半年以来的新高 是啊 其实走势挺好的 是啊 不过就不是同业都可以做得好 你举个例子 3323中国建材 其实已经是出现了一个 上方都几个顶 只能够震荡横行 是 有1313这么强势的 是啊 最近都有做一个基石投资者 就是做混蓝简头 明天上市的 都是建材类的相关业务 看看明天上市的情况又如何 嗯 然后看完743 看看763 Peggy 就想看看763 中兴就 25元 25元 因为25元有货 想看看值不值得保持 现在是21.7 又是好像烧一烧化 昨天的业绩 那些冲景 很赚钱 冲景規转型 都是走不出 橫行区间的范围 受制住 值不值得保持 我觉得 有货 因为昨天没有发生过 长期都是21元以上的位置 保持就正路 应该没问题 但未买就不用买 因为都不知道要换到何时 是 好 Amy 3662 有货 就是5.5.8有货 可不可以持有呢 还这样 多少钱只赚 现价可不可以追加 他就想看看 keep 还是放 还是加 今天阴族和 现价是5.9.6 但他一直以来 由10月头开始 附着10天线上 暂时这些位置未失去 是 今天的走势 走势会差点 不如看10天线 10天线 现价是5.9毫3 现价是5.9毫7 不差很远 4个先阻近 看看会不会 当失去的话 可能会下多少 例如去到较早之前 这些大桌五个半阻近的位置 可能会下多少 那些位置大概都会 穿一穿 20天线 是 好 Jason说1093 就很厉害 是啊 刚才竞价差点 上去20元 现在是19.98 即是最后就收不到 未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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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应该差不多了 Eric说17元有货 可不可以保持 现在走势都OK 不如先保持 看看 因为今早真的很多获利盆涌燃 是的 但突然间有一个大手马入 推上去 不排除有些资金 想继续炒一下 没错 如果你看回小时图上 看看今天的走势 可能可以找回几个更加高的支持位 例如在大概18.3附近这些位置 站过一下 另外在较早之前 17.7这些位置 有站过一下 不过 今天其实是下跌的 所以最低位的时候是18.3 目前我觉得照保持 是的 目前就保持住 我也是那句 如果上午那种走势 低了下去 确实是要担心的 如果现在 最多明天回了这些棍 才走都未迟 有货照保持 接着就看看同叶177 Mai有货 近期都是石若强些 Mai有10.8有货 看看保持或加好 燕加是11.6 我觉得保持或加 没有放这个选择 我觉得保持吧 是呀 又不是要放的 是呀 因为现在 其实呢 如果看回价位 11.6 很近前顶 就是11.9 今天就未去到11.9 在这里 所以就先看着 看着它 会不会去度假 它明显没有石若强 那么强 因为石若强 每天都有通告出 每天都有新药 爆上去 这种 中国生物制药 可能较早之前走得快些 所以暂时 我想真的要确认 升穿到顶位 11.9才再聚 否则可能现价 这些水平 就怕会回调 是 好 Mai 还有另一只 17.6 百威 又是有货的 又是看看 是否价 30元有货 今天收得也挺好 是呀 燃烯足够大 盖上过交易 都知道燃烯 28.6毫半 我今天也有人问过 可以多少钱可以买 我觉得现价可以买 如果买也可以 我觉得加价也可以 如果你真的觉得 真的不够货的话 如果很多的话 30元的现价 其实也差不够2元 其实有 是 看看你本身有多少货 是 用最近27.4 27.4 即是第一口价 都是第一口价 都是第一口价 低位附近 都是一个关键的位置 是 如果穿这个位置 便会变成沉底 接着它会继续在水面 最主要是公司的基本因素 其实都不会差 是啊 好 接着1995 威良 4.75 就有货 昨天就说 冲到上去 就没有放到 可不可以继续继续 永星生活 今天其实几个物馆都会 回调啊 是啊 股份刚才最低位去过4.6 是啊 刚好最后的时候 就一直刹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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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刹刹上来 嗯 就是套利盆 變成有上影線 今天高開之後蓋超過一半 變成烏雲塞頂 變成短線確實是肉酸 但正在尾試一下 即是彈得上來 那就先保持一下 明天再去更新一下走勢 不希望它失得太離譜 或者這樣說 我會看回較早之前這支羊竹 那些收市位 4.7毫一附近 應該不失就沒問題 始終中長線來看 它都是震盪向上升的 然後剛才也看過建行 準備出業績 Famix 說是否業績差 為何跌那麼多 還未出 還未出的 但似乎大家都不太期望 2.2毫3毫升 都是跌少少 跌了1.2的百分點 出了業績再看看 這份業績 順便看看 公行今天都要跌0.3的百分點 都是兩連陰 整體內銀板塊都跌 是否因為剛才 我們剛才也說過 A股有內銀的公司上市 即是說A股的新股一向上市 第一天都會爆發 很多次升了四成 但今次有一隻就是內銀上市 竟然沒有破發 反而穿了發行架 所以變成是否覺得內銀都有風險 大家近期可能都忘記了 過去有包商銀行 有些財務問題要被接管 似乎又開始擔心內銀 那些都是不是那麼好看的 是啊 但如果不是那麼好看 可能有一點擔憂的情緒 這個就是重慶農商的行 破了A股神話 破了A股 通常第一天都會漲停的神話 必賺的神話 都被它破土 很困難度 所以變成是否令到整體板塊 都覺得有點受壓 所以看到幾隻內銀暫時 今天都有一些特別是業績前 都比較有些回套 早前可能憧憬一下業績 暫時看定一點 其實我覺得內銀是沒得炒業績的 雖然經常有人這樣問 炒市好的時候 可能它會浮高一點點 不過你看看市會不會短期 都有機會轉回一點彎 短炒的話可能就要看著 今天穿了十天線要小心 是 長渣的話應該都可以繼續長渣 長渣可以的 CY Chan問1797 新東方在線好像後景不計 留意著 今早曾經都升過一成 高位見過18.76元 美市的時候都回足8毫 就落去穿了18元 17.96元 我覺得雖然有個上影線不能夠在地下收 其實都回了8毫 但都是屬於一個大成交之下的大陽足 應該都可以貼 不用那麼快走 我覺得都可以的 現在跟它買入的 16元都賺一成左右 現在都可以再觀望一下 看看有沒有再升多一點點 看完這隻順便都再數多一隻 667 東方教育 這隻 今天反而都是要休息 大部分時間都有跌幅 收市的時候跌1.5 百分點17.04 少少陰燭 暫時都要測試 到早之前的前頂可能突破失敗 是 好 完成了競價時段 恆子就現在到 恆子完成競價時段 就報26667點 到119點 跌幅收集一點點 成交就是752億 成交壓榜上面 繼續升得最強的 比亞迪就收升1成2 石藥就收升5.9% 百威就收升3% 美團就收升2% 跌的話 暫時這裡跌得多的 比亞迪跌5% 弱名就跌3% 節目就來到這裡了 明早上我們9點15分 再跟大家跟進一下有沒有減息 再跟大家看開市 明早見 拜拜 拜拜